我觉得其实金门现在在军事上和战略上 它的价值基本上已经微乎其微了 就是说如果中共想打台湾是绝对守不住的 现在金门只有政治上的意义 就是说台湾本岛 中国不管是封锁各方面要登陆的很难 但是金门太容易了 金门1950年代是大有十万守军 现在大概有三千人 而且平常只有两千人 有一千人得休假 所以说如果对岸的中国73集团军 如果想打金门的话 是很容易的 但是毛泽东是有意不打金门的 因为金门是福建的一部分 他希望通过台湾让金门让台湾统治 来确定台湾不独立 是有这么一个意义的 这一次撞船事件 撞船的船其实客观上想的话 应该不是渔船 就是台湾方面中国方面都说渔船 但是首先那船部队 它是一个快艇 而且加了两个很大的马达 能开得非常非常快 而且上面没有渔具 这个船是不对的 另外一个时间是不对的 新年之后一般是不出来捕鱼的 反而可能是走四川 大家两岸都在过年 那自然防卫会轻一点 然后第三人不对了 就是这几个人并不是沿海的渔民 他们是四川人贵州人 当然有一些人是到中国沿海去打工的 但是过年一定回家的 所以不能回家的两种人 一种是军人 一种是犯罪的 现在正好是没人警备 我赶紧去赚点钱 也有可能是一边执行军事侦察任务 一边去走私 这种可能性很大 因为它可以在中国那边畅通无阻 进行输出 所以在这方面 台湾不知道因为哪种可能 有意不宣传 所以台湾讲渔民的话 就好像你的船把人渔民撞发 人渔民过世了 那当然说你的船的责任就会大一些了 所以在这场公关战上 台湾其实被弱了下风 在金门 其实两岸有很多默契的 中国过去 它明明可以随意进出 但是它有意地给你留一定的空间 现在中国就把这些默契不要了 它就直接地进入金门周围的领海 某种意义是做一个宣誓主权的动作了 说句老实话 这方面台湾硬对抗是对抗不了的 但是说中国如果把金门海域内海化的话 对中国好处有多大 其实我觉得并不大 本来台湾就是可能已经在军事上和战略上放弃防守了 但是如果中国单方面改变 现在创造一个继承事实的话 对中国来说 其实也没占到多大的便宜 另外金门其实是非常非常亲中的一块土地 非金门的选举 民进党基本上是 连候选人都没办法提出来的地方 都是国民党亲中派互相竞争的地方 你现在让金门人没办法旅游 没办法打鱼的话 对中国来说到底有多大的加分 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事情 在武力上对抗是没有结果的 只是通过双方的政治判断和谈判 才能够出结果的 中国也不太想让冲突升级 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会带来一些改变 但是不会变成两岸冲突的候选 你好 您怎么看这个事 看他最后拿到什么失子好处嘛 对不对 你说可以短暂的把金门收回来 但是事实上你是得不偿失了